接下来要上的就是基本测量 刚才讲的所谓的估计指令分更刚中心 这些都是所谓测量的结果 179.3公分啊 20.4度C啊 T1就是一个正确的测量结果要两个部分 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 就在我们以前就做过学习单 让各位去了解这件事情 那么单位的部分比较不重要 重要的部分是数字的部分 数字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 OK 单位是可以随便选 什么单位都可以 但是要公认而且适当 公认就是大家都同意 至少要你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同意 我们买东西 台湾的有台湾的一金 所谓的四金 台湾的一金 金没有一金 而这两个金没有一样大 金本的金比较小 台湾的金比较大 所以到金门去买了一个三斤的玩意 回来一秤不到三斤不要骄人家 欺骗你 它两个金是不一样大 它两个金是不一样大 OK 好 金本的金比较小一点 第一个要公认 现在我们用的是所谓的SI的单位 我们全世界大只有十个地方 最大就是美国 不是用SI单位 SI是所谓的公斤啊公尺啊渡西啊涉事啊 就是所谓的SI单位 我们上学期的奖励他们也有奖单位 然后叫适当 量大东西不要用小单位 量小东西不要用大单位 身高多高 0.01公里 然后是台北小东雄多少公里 疯掉了 所以大东西不要用小单位 小东西不要用大单位 要适当 适当 这个单位很小 小西装 而且他还会考试或怎么样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数字的部分 数字的部分有一组的准确值 跟一位的估计值 叫做一组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位 可能是两位 可能是三位 位数不一定 所以叫做一组 但估计值只有一位 之后我们也写过学习他们 估计太多位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估计只有一位 重点这一位在哪里 这一位在 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然后根据这个 等一下再说一次 就有两种问题 第一种问题很少卡 就是我给你一个正确的测量值 你告诉我最小单位 这种题目基本上都没有这样子卡 但是第二种问题会喜欢考 就是我告诉你最小单位 请你写出正确的测量值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问的问题 考试问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一位估计值 这一位估计值在哪里 在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数字写出来之后最右边的那一位就要做 估计值 前面那一位就要做最小单位 如果你写的正确的话 如果你写的正确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它的写法 那么任何的测量都有误差 误差可以减少 但是无法消除 误差可能来自于你的浴气设备不好 可能来自于你的使用技术很烂 使用技术很烂 或者一些其外的影响 会造成所谓的误差 误差要可以减少 但无法消除 有一种减少误差的方法叫做 求平均 用平均值 这一次多看一点 那一次少看一点 然后呢平均起来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接近中间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平均的方法 来求出结果 然后这样会觉得会比较准一点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会告诉你 求平均值的时候 如果误差太大就把它拿掉 不要算它 问题是什么叫做误差太大 我们以前有讲过 什么叫做误差太大 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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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分 0.7公分 就你估计 0.2公分 你的把揪 应该是化妆 有问题 但是 你写下来 我们还是得接受 因为它是估计的 本来就是猜的 没有说一定对一定不对 所以你就来写个 别人都写0.6 0.7 你写0.2 感觉很奇怪 还是要接受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估计值不一样 没有问题 但是准确值 确定的 应该大家都会一样 所以如果你的准确值也跟人家不一样 就表示误差太大 就把它舍掉 不要当作你的平均的计算内容当中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讲 一个测量值的写法 跟我们如何来减少误差的方式 OK